这只熊哥正享受它的鲑鱼自助餐 作为一个干分人 仅仅只是听声音就能听出来 这只熊吃得很香 鲑鱼有回游的习惯 在下季时 挤一条鲑鱼开始了回游之旅 它们会从太平洋出发 回到北美首 在这里生活的每只熊哥 都在面临每年一次的免费自助餐 每对食城包的那种 这个时期也是每只熊哥增肥的大好时刻 在8月初 鲑鱼的大部队正式开始回游前 这一架子熊已经按捺不住 早早就来到了河流入海处 等待着鲑鱼鱼群 因为鲑鱼的鱼苗在淡水中才能生存 从大海回到淡水中需要适应一段时间 而且大量的鲑鱼同时行动 还可以减少熊哥对族群的影响 随着潮水掌动 宗熊的自助餐即将开始 你看这只熊哥 虽然这段时间养了点标 但是丝毫不影响它干分行动 捕食鱼类虽然不是宗熊的强项 但天使水利 熊和它们都占优势 在这片水域里 滩头较浅是河流的潜水区 满载鱼子的鱼渡 更不利于鲑鱼游动 这就给了这家宗熊可乘之机 每个肺部宗熊都能有所收获 因为鲑鱼表面肉质肥滑 宗熊需要用爪子搭住才能进食 鲜鲜的海鲜自身 先砍上一口才能过瘾 看得我都饿了 大半夜真想啃两口枕头 把收获带到岸上 鲜嫩的食物无需加工 开口继续 大块朵鱼的吞下 气鱼大交给消化系统就行 宗熊有着极强的消化系统 不必担心 它们的胃部会被鱼死砸伤 吃撑后原地躺下 丝毫不用担心身后的鲑鱼游走 因为这两个月 都是属于它们的豪华自助餐 睡醒后又可以进食了 大量的鲑鱼绰手可得 在弱海口被吃掉的鲑鱼 仅仅只是鱼群的九牛一毛 上游的宗熊依然有饭吃 它们是饿不到的 这一家的宗熊可能更喜欢森林 所以住在河流的上游 在这里 它们依然可以享受到自助餐 受气流影响 这片河滩迎来了一场强降雨 对于巡游的回雨来说是好事 但是对于宗熊而言 并不是什么好事 这意味着 它们自助餐时间缩短了 被淋雨后 上游的宗熊一家 早早地来到了 它们的露天瀑布餐厅 因为这里是鲑鱼的必经之路 鲑鱼必须要跃起 这是这段河流的最佳近视位置 至于为什么会这么说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这一家子宗熊户口也较多 围在这里等待着鲑鱼大军 鲑鱼大军在瀑布前去挤 等待的原因跟刚开始一样 一条鲑鱼的光荣 可以为族群争取生计 这只宗熊在瀑布上注视良久 一只鲑鱼突然跃起 拉开了鲑鱼跃雄门的须目 看到征兆后 宗熊张开了大口 立刻就有鲑鱼懂事的跳进去 这只宗熊已经一年没尝过鲑鱼的味道了 相对于爱吃快餐的人 一年才能经历一次疯狂星期四 那种适而复得的口感无比鲜美 还没来得及吃下去 旁边的孩子就来抢妈妈的鱼 两口鱼肉一口鱼籽 面对如此丰富的佳肴 看来耐心的能带是值得的 也有宗熊没有好运 等不来懂事的鲑鱼 只能从河里捞鱼吃 因为强降鱼水越变高 宗熊不再占据地利优势 但有的宗熊很聪明 依然能够捞到油水 鲑鱼开始巡游 不再进食 宗熊想捞起这些自助餐 需要潜入水下费些功夫 而宗熊又不喜欢弄湿自己的皮毛 你看这只宗熊 刚潜下去就起来了 使劲甩着身上的水 但是为了吃自助餐 需要冻下脑子 此时站起来的宗熊像解了熊二 然后会用后脚把鱼先挑起来 然后再用前掌去捞 别看现在这么行云流水 这是不断努力的结果 这套动作不当个几年捞鱼师傅 是不可能这么丝滑的 一年一度的自助餐要结束了 宗熊吃到了自助餐 那北极熊有自助餐吗 宗熊的自助餐是鲑鱼 北极熊的自助餐是什么 在春季来临的月份里 一道暖光照亮了这个白色的冰雪世界 北极熊也结束了冻眠 从洞穴里爬出来 长时间的冻眠 让刚刚苏醒的北极熊有些不适应 看到阳光后眨了眨可爱的小眼睛 确认周围安全后 北极熊爬出了洞口 哎 后边怎么还有两个小不点 长时间的冻眠 令北极熊妈妈有点迟钝 通过冰雪摩擦适应这个世界 适应后的首要大事就是寻找食物了 长时间的无居加上喂养幼崽 使北极熊妈妈非常饥饿 十几公里外 一头刚苏醒的熊性北极熊 成功捕食了第一顿美菜 作为冬眠苏醒后的主食 海豹绝对是大部分北极熊的选择 北极熊有90%的食物都是海豹 海豹为了预寒 拥有着大量的皮下脂肪 这些脂肪是北极熊见识的首选 一只长年的北极熊 一顿海豹自身可以吃下几十斤脂肪 这些脂肪对于北极熊而言 无疑是很好的能量补充 如果能量充足 吃完脂肪后 会把剩下的肉留给其他的北极熊和动物 作为他们的自主餐 此时的母胸餐口还在冰面上捕猎 在感受到猎物的游动后 熊妈妈使劲砸着冰面 只是此时的冰面厚度超过了一米 根本砸不动 错失时机后 只能带着两个孩子寻找其他的食物 北极熊的嗅觉 终于来到了刚刚那只熊姓北极熊留下的自主餐前 一家三口赶紧开始了他们的自主餐 过了两个月后 熊宝宝宝渐渐了大 为了成功抚养熊宝宝 熊妈妈需要不断的喂养他们 随着体型的增加 即使两爷在不断增加 他们的目光看向了不远处 那里有一只刚刚捕捞成功的北极熊 想着这头北极熊在饱餐过后 可以吃一顿自主餐 不过这头北极熊似乎很饿 并不想留下自主餐 一家三口只能兴兴的离开 大家还知道哪些有趣的干饭熊故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